在两岸的这个交往过程中 自称代表台湾的 要去北京跟北京最高当局去报告 要这样那样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吧 经常发生 但是像张老师他们去 确实是代表台湾的最高的领袖 该代表台湾的民意去的 但是现在去的人 越来越不能代表台湾民意 只能代表一小撮民意 而且我过去写过邓小平传 对那一段也是稍微有一些 就是说涉猎了 读过一些文章 确实我觉得当时我认为那个时候 其实两岸是有一定的谈的条件 因为当时其实台湾首先民意基础 想统立的人还是很多的 刚刚结束两讲的政治 另外一个在中国的邓小平时代 其实邓小平很在犹豫 就是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 自己都说不要讲性赦性资 其实他的一国两制 其实某种意义上 他不是说先放五十年 然后我去改你 而是你先玩五十年试试 我看你玩得好的话 我也跟着改过去 这一点是很大的 所以当时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李登辉还是邓小平 当时的民意国际会 当然说条件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要越过很多很多难关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中国也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让步的 台湾有很多地方也是可以让步的 环境之下 但是当时还没有谈成 但是我认为最近 最近台湾还有一些统派在讲 我们要总和平协议 但是说现在我认为完全没有条件 就是现在中国 现在台湾海峡的一切问题 就出一个 中国就是一定要同意 他没有上港 不可能有任何让步的余地了 台湾现在民意是根本不想统一 现在两岸他谈的话 我想起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小白兔跟大黑岗 大灰岗两个人去谈判 然后谈 这个他怎么吃掉小白兔的问题 大灰岗说 我们你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是清蒸好呢 还是红烧好呢 还在放上火上烤呢 那小白兔说 我可以说 我不为你吃 可以可以 他说你聊着聊着又跑题了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去谈的话 只能是中国怎么吃掉台湾的问题 中国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现在去中国的某种意义上 只能自取其辱的感觉了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